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队成绩非常的关键 看这个多拍之后能不能拿下来 最后陶贝克回球下网 18比12 三个小分 18比12 从陈金在这次市比赛之前的一些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表态 还有林丹被淘汰之后 他也是说由于男丹只剩下他一名选手 他也很想很想把这个冠军拿下来 也是证明中国男丹除了林丹 男子单打选手除了林丹之外还有陈金 而且陈金的年龄比林丹小 他也不希望在林丹退役之后 他才成为中国的一号 这也是运动员与生俱来的一种 只争第一的这样一种性格 20比12 陈金获得了冠军点 陈金在2007年参加世界锦标赛 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林坡 杀入四强 但是他半决赛输给了一名选手索尼 最后获得并且第三 在2009年 他打进了决赛 但是输给了林丹 在今天2010年的决赛当中 他碰到名将陶飞克 现在已经看到冠军在向他招手 除了陶飞克在这次比赛里面呢 也是状态回忧 他连续淘汰世界排名第一的 一号总的李中伟 又战胜了淘汰林丹的朴成焕 他从实力非常强的上半区 杀出重围 在这个上半区集中了林丹 李中伟 朴成焕和陶飞克这样几个抢手 再次打进决赛 也体现了这位老将的羽毛球技术 还有他的状态 今天陶飞克在决赛当中呢 主要还是在一开局的时候 他进入状态太慢 没有曾经准备的充分 曾经的开局战略制定的非常成功 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 陶飞克虽然全力发起了反攻 但是陈金的防守在这个时候 展现出了相当坚强的实力 比较借外 曾经还需要耐心一点 现在陶飞克的心态已经是完全放松了 这个比赛已经是对方的冠军点 所以陶飞克在场上很放松 没有什么结果的考虑 之后 参加 YT 马格莎 及 herd产肃限量 我认识 辞若